來 現在CAPENA是台中 麗寶樂園的跨年活動現場 那我先在這前一天的晚上 先到麗寶樂園來探勘一下 藝人們彩排的過程 好 那其實剛剛我來的時候 我也有做了一點功課 就是這個吳卓元 Julia 她的暱稱叫做女版方大同 還有湘明的老婆 湘明老婆這個是在PTT崛起的 就是因為吳卓元 她其實是從澳洲來的 然後她常常都穿一個 小熱褲 然後穿一個大T恤 就把自己的上半身遮住 但是下半身就是露出 就是一雙大長腿 然後就感覺很像下半身消失 所以網友就覺得 哇 怎麼會有這麼正的女藝人 就是下半身失蹤的女藝人 所以她就被大家譽為老婆 就直接從女友跳到老婆這樣子 然後她本人聽到這個 暱稱也是覺得超有趣的 那其實吳卓元 Julia 她八歲的時候 就移民到澳洲墨爾本 她是中國人 然後就是從小居住在上海 然後學的是古典鋼琴 雖然你看她現在就是整個R&B 就是你知道 沉重的嗓音 然後就是很Hik Hop 可是她其實就是 是學古典音樂成長的 然後她也曾經在南韓 當過這個練習生 最後最後是留在台灣 她說她在台灣的時候 她非常喜歡吃的一個食物 叫做蘿蔔 她常常會到超市大買蘿蔔 然後自己燉湯喝這樣子 然後她的成長過程 應該是說她當藝人的過程 也是蠻勵志的啦 雖然她漂漂亮亮的啊 小小一隻 然後唱歌爆發力十足 但是她其實當藝人的過程 是很辛苦的 她就有曾經說到說 她為了讓自己成為歌手 大學的時候 就是把自己唱的歌啊 就丟在YouTube上面啊 然後還就是在網路上 搜尋各大唱片公司 然後寄Demo帶 最後就是 最後最後是我們台灣 一個製作人就是想中她 然後請她來到台灣 然後她也是背包一背 就決定就是在韓國 當完練習生之後 就來台灣發展 然後她一緊張的時候 全身就會起疹 就是起麻疹 不知道她現在有沒有在起麻疹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風雲榜 就是她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Julia在KKBOX風雲舞台上 和DJ Alan Walker同台 然後在YouTube上面這個影片 就破了一億零二十四萬次的點閱率 其實是相當相當的厲害喔 這次安心亞的演出是在壓軸 在利寶樂園 然後她主打就是魅惑全場 就是有史以來最性感的造型 現在在唱歌的就是這個 我們大陸女歌手江鏡 她的昵稱叫呆寶鏡 那我覺得大家對她的了解好像沒有很多 不過只要講到 她其實就是頑童小春的前妻 然後她們去年九月的時候 就宣布她們離婚了 她們有一個六歲的兒子 那因為她們都在認真的彩排 我們沒有辦法專訪到江鏡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她 就是正在為我們認真排演的這個彩蛋 花絮 現在她正在很認真的跟工作人員討論 可以看到江鏡其實超小一隻的 而且超瘦 身材超好 根本感覺不出來 她已經三十六歲 而且是一個孩子的媽媽 她是中國大陸的搖蛇女歌手 然後六七年前嫁來台灣 對 不過現在她已經是單身了啦 然後她也是很大方的說 其實只要是帥哥都可以來追她 那江鏡呢 她其實她的生日是在一月二十八 不知道她跨完年之後 是怎麼規劃她自己生日的啦 然後她這次也帶來她的新歌 而她現在是單親媽媽媽 然後她其實就是常常在網路上分享 怎麼的育兒數 因為她是中國大陸人 所以她不會唸啵啵啵啵啵 也沒有學過 那為了教自己孩子讀書 就很努力的開始學啵啵啵啵啵 從三十五歲開始學啵啵啵啵啵 其實這真的滿偉大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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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破口的時候將近你左退那邊稍微補一下妝 好 今天不要動 不要動 左退之後 回來了破口 你一樣在那個舞台中間開 這時候會有人Cue你 Cue你時間30秒 然後你在這邊定 好不好 定了以後第三手 下以後你就往前走 如果你真的覺得關心 你就回到豬舞台 可以喔 好了 這還OK喔 好 那我們來走一下 好 第三走一下